基础智慧五,我们先看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bright 哇,这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bright,本来是当形容词用是很光亮的,很明亮的 那么,我们如果要讲说 你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 英文就是用bright future 希望你有光明的前途 就是may you have a bright future 但愿你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这个bright就是光明的意思 第二个,clean clean当形容词用是干净的 那肮脏的呢,就是dirty 这是clean 第三,quiet跟quiet 这个不一样 quiet是形容词 i-e-t,这个是i-t-e 这形容词是很安静的,很宁静的 所以我们说,哎呀,宁静的夜晚 我们就可以用quiet night 你加一个night,n-i-t-t 那个就是宁静的夜晚了 那另外这个呢,quiet呢 quiet是副词,相当的,十分的怎样 所以相当好,就是quiet good quiet good,非常好的意思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quiet是宁静的,很安静的 quiet是相当的,十分的不一样哦 第四个,save是形容词 平安,安全的 名词是safety safety加一个ty 这是它的名词 所以,形容词,名词 这个词类变化 同学还是要用一点心 为什么? 因为你到高中之后 要做翻译 要写作文 或者是你要讲口语 那形容词跟名词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要不然 这个英文就是里里拉拉了 这样就不好了 好,我们看第 一题的题目 Is怎样? Enough here Enough是足够 这里足够怎样了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什么事情呢 We made a lamb We made a lamb 不是灯光 台灯 好 我不认为 我们需要 一个台灯了 这里已经够怎样了 够亮了 这里啊 光线已经够亮了 所以呢 我不认为 我们需要一个 这个台灯 因此答案要用 bride 这是第一题的 第二题 这个地方 我刚刚老师稍微做一个说明 中文常常讲说 否定 否定在后面 我认为 我们不需要一个台灯 可是英文却是不一样 那么否定 就在前面了 我不认为 我们需要一个台灯 所以中英文 这个否定的位置 有时候不同 也会造成困扰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听得懂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这个 rest也是一样 你看 take a rest take a rest 是休息 这个rest是名词 休息 那另外我们可以用 啊 我们休息一下吧 我们就可以用 let's rest let's rest 这个rest是动词 好 这个rest就是等于 take a rest 我们休息一下吧 暂时休息一下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study study是什么 名词 读书 所以这个language study language study就是 这个 语言上的一个 什么学习 好 就是学习 语言 language language是语言 学习 另外老师再补充一下 这个 如果 你听到有人讲说 nice study 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读书吗 不是哦 我的课页 可以通 还有一个意思 除了当my study 我的课页之外 my study 可以当我的书房 study 可以当书房 那同学大概就没有听过了 你去查字典 就会有看到study 就是我的书房的意思 好 第三个 talk talk是讲话 英文有一个很好的俗语 叫manyntos manyntos 这个 钱会讲话 钱会讲话 表示 钱是怎样啊 万能的 好 万能的 那另外 我们英文还有一个 格言 老师写出来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叫many can make mail m a r e 好 make a mail go 这个 mail是什么 母码 他说啊 钱啊 可以 使得一批 母码 这个 前进 你打他 他不走 钱摆在前面 他看到钱 马上就走了 这一个 就是我们中文讲的 有钱 能使鬼 推磨 这个意思 好 这跟manyntos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很好玩 好 最后 trip 接下去 我们看第二题 paid was still very weak paid的呢 仍然 still是仍然 仍旧 非常的weak weak是虚弱 好了 连接词出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句子出现了 什么时候 混是表时间 什么时候 仍然很虚弱啊 when he left the hospital hospital是医院 下面老师有补充 同学可以自己看 当他离开医院的时候呢 他仍然很虚弱 but after a week 但是呢 after在什么之后 这是一个片语 在一个礼拜的什么之后 就是片语 he failed much better 他感到好多了 batter是比较好 much better 这个背起来 好多了 英文就叫much better 他感到好很多 and went back to work 然后就回去工作了 这是两个句子 用and的连接 感到好很多了 然后就回去工作了 所以是经过一个礼拜的什么 当然休息嘛 所以答案要选的是 a rest 这个才是正确答案 不过这个动词三态要小心 离开是leave left left 那么感觉 feel felt 这动词三态 现在过去 那么过去分词 再看第三个 starting 先看第一个cost cost是动词 值多少钱 我们常常会问人 哎呀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我们就会这样子问 how much does it cost 这个it可以改成 比如说这本书值多少钱 你就用how much does the book cost 好 这一个苹果多少钱 how much does the apple cost 就是这样子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第二个lost lost是失去 我们迷路 所以我们讲说 哎呀糟糕了 我们迷路了 英文叫 we get lost get lost 就是迷路了 迷失方向了 第三 made 我们讲赚钱 就是make money 赚很多钱 就make much money 这个赚还有一个字 也告诉同学 这个叫earn e-a-r-n 这也是earn much money 也是赚很多钱的意思 好 第四个 花时间啊 花钱 我们用spend 过去是用spend 过去分子spend 这个不太一样 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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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额外做一个补充的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题 study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studying 你一开始看到ing 大概就知道 这个就是动名词当主词 老师要告诉你哦 动名词当主词是讲一件事情 所以动词一定要用单数 当然过去是就不影响了 如果是现在是 我们就要用单数动词 好那这个是一个地方的片语 读书 你在哪里读书啊 in a foreign country foreign country 是外国 好 在外国读书 然后动词出来了 我很多的钱 在外国读书 一定要花掉我很多的钱 a lot of money 好 下去 that's why 那就是 let就代替前面这个句子 在国外读书 要花掉我很多钱 那就是why 好 这个why就连接词 所以这个接触 另外一个句子 好 另外一个句子 那就是原因了 讲原因 为什么 I had to had to是必须 我必须要 sell my apartment my apartment apartment是什么 公寓 过去式的必须用had to 那现在式的必须呢 用must 或者是have to 或者是had to 三人称就要用had to 一二人称用have to 那所有的人称一二三都可以用must 过去式我们一定要用head to 一定固定的head to 好 所以在外国读书 要花掉我好多钱 那就是为什么 我要必须要卖掉我的公寓的原因 要花费很多钱 这个要拿一个 答案要用cost 要花掉很多钱 那同学可能怀疑 老师spend也是花钱啊 不对 我告诉你 花钱 如果是spend 主词一定是人 记住 这观念很重要 人 花钱 用人spend 那cost的主词一定是事情 或者是东西 事物要花多少钱 东西要花多少钱 那个就要用cost 要看主词来做一个区别 很重要 主词是事物可以用cost 主词是人就要用spend 好了 这个就是基础智慧第五组的分析跟讲解